精选行业最新动态 观察国内外公司发展步伐 逢星期五上午11点05分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集今期的财经T1T 好像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前两天病了 T1T暂停了一集 本来是想接着上星期五 说燃气功率 后面的资本市场 如何展开一些现实版的公斗 但是来到今天我发觉 这些话题已经out了 还有一个话题我今天不说 可能都要out了 所以这几天我要告诉大家 在柴鱼饭后会讲的一些八卦 讲什么八卦 一定是一些涉及名人的丑问 是什么呢 等我都先买个关子 现在我们先上煮甜品 好吗 这个要马上吃 否则做完咖啡之后用完了 待会聊聊也会吃几口 这次是雪糕 真是好 还有绿茶味 很开心 今天有雪糕吃 今天在聊天室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言 看看今天最想听什么八卦 接下来 我就开始入正题了 讲回今天要讲的话题 今天要讲是哪一位呢 我出一出这张图 大家就会知道 这一张图 大家是否立即猜到 今天要讲些什么 这几天应该都听到不少他的新闻 随阔马云 马化腾这些科网巨头 其次就是网上电商京东商城 京东老板除了财富令人羡慕之外 他之所以为人熟悉 还要讲到一名女子 八卦新闻经常追踪报道 乐此不疲 就是这一位了 出一出图给大家看看 内地的朋友一定见过不少这张图 是奶茶妹妹 大家网民给她这个名字 看着这一张照片非常清纯 早十多年前 这位叫做张习天的女学生 因为一张捧着一杯奶茶的照片 就是网上风传串红 因为非常清纯漂亮 而网民给了她一个花名 叫做奶茶妹妹 去到2013年 奶茶妹妹入读清华大学期间 就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流了一年 在那里奶茶妹妹就火速 是暖上身家上千亿的京东商城的CEO 刘强东 两个人拍拖 爱得痴前 但当时由于两个人的年龄 相差比较大 相差近20岁 因此就被外界称之为妇女恋 但拉上天窗终于修成证果 大家看一看 结婚在2015年 两个人无据外界的质疑 终于拉上天窗 在澳洲举行了非常胜大的婚礼 不久了 奶茶妹妹更加成为 刘强东生了一个女儿 一家三后绿也融融 而刘强东经常拖着太太出席活动 一起行街旅游 高调的世恩爱的举动 都是善杀旁人 很多人看着他们这么幸福 真的得过限制 说完他们这么多爱情故事 再来谈谈今天要讲的八卦 昨天有一支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几乎洗版 消息标题写着 刘强东在美国怀疑性参女大学生 大家看到以为是很无聊的八卦新闻 但好像这一份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这些这么大型的报纸 都报道了这一篇新闻 《华尔街日报》这一篇 出了一篇题目 中国京东的义民附庸 就领袖在明尼苏达州被捕 《纽约时报》有个title 都是写着类似的一个报道文章 我看到这两篇报道之后 《空月来风》未必无印 不知道是否真的性侵犯罪 但被捕这件事应该都是无法无假的了 接着我们查看美国方面 《警察局》网站的一个公开的记录 这一张就是写着 《刘强东》三个字 很多人的详细 都是跟刘强东的出生日期 同名同姓一样的 全部符合刘强东的个人讯息 记录就显示出 刘强东被东地警方指控 因为犯罪性行为 而又有这个合理的根据 而将它拒捕 事件一传出 网上立即封传 更加有人说 刘强东涉嫌性侵的对象 拿出来我们和刘强东的娇妻 被称之为国民女朋友的 奶茶妹妹做一个比较 这张图 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端 有网民更加帮他们说了些说话 身材方面 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 有网民更加帮奶茶妹妹改名 嘲笑刘强东在一夜之间 令到奶茶妹妹变成抹茶妹妹 大家明白吗 抹茶是什么色 绿色 没错 正在笑着奶茶妹妹 头上绿油油 还有 今年刘强东东选成为全国的政协委员 这张图都被人拿出来嘲笑 他当时在两会期间发言被网友取笑 瞬间在网上封存 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说话 就说千万不能成功了 钱赚了 结果到时因为违法犯罪 人就入了监 老婆和宅女带着钱 就和别人过了 那就悲剧了 网友周笑话 真的和他今次事件不谋而陷 都算是神预测 这件事未曾一定定除 但是我们不知道事情真假 有一件事 今天我们可能做一些发生友 来看看事件发生的经过 网上有一篇负责前期接待刘强东一家的人 就找了出来说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了 这一个人就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 说自己有必要走出来说整件事 是发生的什么事 我们不如听听他怎么说 话说刘强东带着一家大小 就飞往美国进行商务活动 商家明星驾南美国明尼苏达一间大学 自然众声捧月 女学生说早上都会跟着刘强东一起跑步 男女学生捧着陪着就风光无限 直到8月31日晚上 刘强东就来到明尼苏达州首府 圣保罗市一间很出名的意大利餐厅吃晚饭 吃饭中途一名女学生突然 哭着冲出餐厅报警 随后刘强东就被警察拘捕了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具体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一切还在调查检查 你和我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试想一下刘强东娶了张泽天 刚才Fred在这里问谁是奶茶妹妹 其实是张泽天 大家一Google 立即出了她很多不同的视频 非常出名的在内地 没有人不认识的 大家想想一下刘强东娶了一个清纯佳人 都可以说 虽然身材不太好 但也算是抱得美人贵 有一家三校人前人学 非常幸福满舍 今次还带上一家大小 连岳母大人都一起同行去美国 这个时候去性侵一名女大学生 那是不是不太合理 和太理智呢 这个我觉得是疑点之一 另外退一万步 照计这个身家过千亿的京东老板 都不受玩不到女人 万一被人发现 法律上都不止是犯罪 最多说她出轨 那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去搞性侵呢 这是疑点之二 还有电商巨头京东是什么 京东在2014年纽约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在美国上市的大型电商平台 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美国融资规模最大的IPO 目前市值已经达到500亿美金了 摘身全球500强企业 成为中国第二大的电商公司 和另一间科技巨头阿里巴巴 无论是电子商务 物流 新零售 支付 金融等等 很多领域上的竞争都非常激烈 这些大佬有起事上来 特别是牵涉这个女人问题 不是钱多就可以砸死鞋了吗 为什么这次不行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疑点 不是在帮她辩解 而是由于事情发生 再到这个舆论在不停发烤的时候 的确令人觉得有点奇怪 对于网民来说 当然 看怕没什么人真正关心刘强东 有没有犯罪 很多人最关心的 其实可能是刘强东 和奶茶妹妹 将习天的婚姻状况 将来会是怎样呢 普通话有一句 叫做吃瓜传组 最终会木花生 看人前人后世恩怀的夫妻 平时行事族风高调 丑闻面前 怎样去粉目登场 本色演出一出 九血临头的肥造剧 这个对于普通明星或知名人士来说 可能只是涉及当事人自己 或者家庭 最多再牵连个别利益方 或者经理人 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 但今次事件涉及的是 新加过千亿 在美国上市的大型科技公司 那就不同说法了 今次虽涉及楼强东个人问题 但对于投资者来说 京东的股价走势 会发生什么影响 才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刘强东至2014年成立京东以来 一直是公司的领军人物 而且是一个灵魂的人物 对于公司的业务有巨大的影响力 虽然公司上市 规模不断扩大 但作为创办人的刘强东 一直有控制他们的投票权 在大大小小的事务上 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所以说 虽然今次涉嫌性侵事件 只是刘强东个人问题 但由于他对公司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如果他真的出事 无论对京东股价的打击 和后续影响将会非常巨大 我们看一看这一章 写着刘强东在美国那边 涉案后回京 京东股价暴跌7% 股价一如预期 美国时间昨天有一个列口低开 由8月31日收市前 报价31.3美元 一开盘很快跌穿30元以下 最低是见过29元左右 跌幅近7% 出事前总市值大概有460亿美元 现在只得420亿左右 短短一个交易日 损失了近40亿美元 这是天文数字 京东会捲入这样的丑闻 大家其实都此料未及 但京东股价表现 早在之前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下跌 我们不如看看几个月之前 京东股价由今年年初开始 即是2018年1月开始 最高位置大概是50元6.8美元 跌至今股价已下挫超过3.7 即是短短7个月的时间 半年多 加上今次事件 京东市值由730亿美元 萎缩至420亿美元 蒸发成300亿美元 即是千多二千亿人仔或港元 非常多 这篇新闻标题写着 楼强东案 华尔街资本的舆论局 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觉得非常有趣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的报道正在质疑 一起朴素未来的性侵案 还未定局 为何会炒起整个 变成国际大新闻 怎样国际大新闻法 让大家看看 几乎所有外国 美国的大型主流媒体 都可以看到 刘强东的涉嫌性侵案件 这张图片很明显 全部刘强东涉嫌性侵被捕 全部是西方主流媒体 包括有什么 《路透》死 《美联死》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今日美国》 《南华早报》 《福斯》等等 都纷纷加入这个炒作之中 一宗未经证实的案件 或者这宗新闻 说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京东和华尔街资本势力之间的恩恩怨怨》 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说什么呢 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京东集团》 早期依靠《红侦》 《高领》等等的华尔街资本 融资发展 发展到2013年 《柳强东》 成立了《京东金融集团》 在2017年 《京东集团》进行一个重组分拆 拆出了《京东》 两个最大最赚钱的业务 就是《京东物流》和《京东金融》 这个举动无疑触及了背后大股东的利益 让大家看看《京东的主要股权结构》 这张图 这张图是京东刚刚在美国上市时的股权分布 但到现在 华尔街资本在年多前 对京东股份的占比 已经是变得非常之小 基本上是去到一个快退出的地步了 华尔街资本又一开始介入投资 附席京东上来 到现在看到京东的发展 和他们的利益 逐渐好像被人拘出 心里面自然就奋奋不平 今年京东的股价持续下挫 很多评论都说 华尔街持续做空京东 而导致京东市值 蒸发近300亿美金 因谋论说一句 今次事件 会否有人想利用丑闻 再一次打击京东股价呢 内地有一个财经评论员 都挺出名的 叫做吴小平 他在微读过 就少少评论到这件事 他就说到 明天如果国内的股票做空机构 将至少由京东身上 是赚取10亿美金 事实上 利用公司灵魂人物的负面消息 进行一些精准的打击情况 在资本市场 其实是经常见到的 只要有不利消息一传出 兼且有较大的可能性 令到人家对于消息信以为真的话 对于消息非常敏感的股票市场 将会即刻反映出来 第一时间就被投资者沽了火蟹 股票自然就难逃大跌 如果事后证实消息是假的 股价又会重新调整 通过做空做多 分分钟可以赚多两轮钱 最后留强东 可能是有罪 可能是无辜 或者可以轻罪 可能是重罪 可能有可能被起诉 又可能被撤消控罪 一切一切都要等到调查结果 无论如何 今次事件对京东的稳定性 的考验将会在空前巨大 最后我想留一条问题给大家 大家认为这场丑闻是事实 还是一个局 这次T&T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不妨留言 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我 我看到Facebook上 也有些听众 在说评论这个事件 大家不妨开放一点 都可以留言给我 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留言给我 今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